上海电视台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现在您看到这是在宁波的雅根体育馆进行的2001-2002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 姚明 定方着刘宜栋 好球 刘宜栋 连续的黄动 中央将军投进了 到最后呢 第三四节呢 可能呢 就命中率会下降 姚明 接到刘伟的传球 直接是扣篮球进了 以前的进攻成功率呢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 在目前起来 好球 漂亮 默克接球传球以后 直接是传给了插入篮下的刘宜栋 刘宜栋 好球 还是 八一对线主要是一号刘宜栋 来打这个半接篮 落后的情况下呢 逐渐将比分追上了现在13平 姚明是空中补篮球界 刘宜栋 出手就有 好球 又是刘宜栋 刘宜栋确实太准了 好球 打姚明一点 你看姚明他那拿球起身的比较快 从第一节开场大战战的大家的这个进攻成功率都比较高 尤其是刘宜栋 确实 非常的准 好快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是在体能上和对方周旋 刘宜栋 好 刘宜栋 这球呢 没有防止 刘宜栋把位置抢了以后呢 顺势防个刘宜栋 这个时候摆脱以后呢 投篮都比较准 刘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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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三分 球进了 这个是没人接应的 明显的就说这个时候基地要稳 本身是一次进攻的机会 但是没有把握住 他这么防守呢 应该是 赶紧就说上来 提上来 在这个往上骑的甲儿中呢 往这个圈景骑的时候呢 姚明发篮 姚明第一发没有中 本身这个暂停呢 就是说在布置怎么样打好这个进攻 没想到 反而都没有打好 姚明 打篮下 球进了 关键白玉队就看这个成功率 哎呀 担得太强了 甲儿中团球 篮板正想太不利 其实本来拿呢 没有拿住 反而被这个对方反抢以后呢 打成了 好球 漂亮 刘宇栋确实是没话可说 这里分球 好球 这球传着漂亮 好球 这球传着漂亮 啊 精不足 办法也不多 进攻的这个 刚才就说 几次进攻的没有打好 犯一动 54比53 抗锥 有了第一发中 第二发 两发两中 贾弹三分 这是非常关键的 贾弹下三分 58比54 防守犯规 7号犯规 2.8秒钟 姚明第一发没有中 两发一中 现在是六五十 赤扫扫出手 没有中 篮板拿到以后的 姚明篮下补篮的造成 16号末分犯规 两分有效 再加法一次 拉出去接球 打姚明 好球 姚明转身以后投篮球进了 但是刚才这个 姚明防张静松的一球 防得不错 好球 又是刘宇洞 姚明 漂亮 这个球 给哈特 给哈特 等我传姚明 打进了 还有加法一次 再给姚明 篮下进攻得手 还找到对方反射 加法一次 75比66 加法一次重 那么这样的话 76比66 又是十分的差距 要防 刘宇洞 刘宇洞 刘宇洞这漏防了 明显刘宇洞这没有人防 现在并不是急躁 而是反而是就是说 这个防守当中有些松懈 好球 张文琪再度和姚明的配合 又成功了 15号姚明 14号本卧犯规 本卧犯规 14号 14号放归 14号 14号本卧犯规 本卧犯规 那么其实这个裁判的手势是4 那么现场的观众就喊了15号 姚明 姚明放归 好球 漂亮 张文琪这手打得非常漂亮 没有进 姚明 刘宇洞就进了 张文琪这样的话呢 也是越来有信心 好球 非常漂亮 他有很近对 李南还没上球 好球 有张文琪 有张文琪 两分球 李可犯规了 李可在这个封姚明的时候犯规了 对方加防的话呢 姚明困难是不小 但是外线队员呢 可以拉出击他 张文琪 这是三分 非常主要 他看自己心理素质 过硬不过硬 张文琪 好球 漂亮 姚明把球勾进去了 篮场出了三分 对方上了以后呢 准备不足以后呢 好球 姚明这球盖的不错 这两分算 这两分算 这感觉非常过瘾 哎 刘一栋摔倒了 刚才姚明呢 这个在防刘一栋 刘一栋摔倒了 战神刘一栋 重新要爬了起来 一起比赛 还有五分十六秒 中方的进攻 战投着杂物的话 就要被看击的反规 非常懂得算 像山东队在主场 和八一队说也是 姚明扣篮没有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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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比110 现在发篮 姚明第一发中 姚明今天的发篮命中率呢 应该讲还是比较稳定 110 1比110 两发两中 112比1 也许最后就是 最后一个球才能分出胜负 没有进 尼可 踩着篮板甚至灌篮球进了 姚明呢 没有能够拿到这个篮板 反规了 罚篮 张晋松反规 东方对线还是坚持打篮下 打了一步 也是确实不敢投 转移以后 看看 尼可 好球 这次尼可呢 还是把握的机会 等我 是两分球重力 还有十秒钟 时间不多了 好球 要命捕篮球进了 还有32秒的时间 121比119 那么看东方队 这次的防守怎么样 同时呢 自己的进攻的机会 到了关键的时刻 对于篮下防守这个 9号成可这 时间不多了 不敢投 范冰 马里出 刘津洞 踏车 东方队还有进攻机会 7秒钟进攻机会 东方队几个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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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踏车把球补进了 现在还有1.7秒 123比122 那么看刘津洞这车 投篮不中 这样的话呢 最后是上海东方队 在最后一个 7.6秒钟 一次成功的进攻 123比122 战胜了强大的八一队 取得这样比较胜利 那么现在东方队 就以在总 局中的是 3比1战胜了八一队 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